大家过年好 全中文在这儿给街坊邻居们拜年喽 过年了 来罐加多宝招财尽宝 国体招财还真招财了 过年之前 我把一万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 不瞒街坊邻居们说 我跟二米粒啊 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 今年啊 到我家去 陪我爸我妈过年去 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 这一万块钱呢 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 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 留啥呀 留啥呢 我被他发现了 干啥呢 媳妇啊 来 给你吧 啥呀 一万块钱工程款 九千九 看见没有 我媳妇这手 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 那还给你吧 媳妇 我从这里边抽这一百块钱不为别的 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那你就没想着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啊 那不行啊 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 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 对不对 男同胞 表现得不错啊 这一万块钱给你了 哎呦 哎呦 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幸福啊 别做梦了 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对啊 出了吗 没有啊 那赶紧给人送去啊 不是 是什么事 哎呀 你看我这个智商啊 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五千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 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一万呢 你说 哎 哎我这么的 我呀 我留五千 我给我爸我妈 这五千 我给大姐送去 天衣无缝 大家过年好 我跟你们说呀 街坊邻居 今年我们物业发了五千块钱奖金 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回我爸妈那过年 我呢 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 你们说 这个钱 我是留 还是不留 赵刚啊 流产了 赵刚啊 物业发奖金了吧 发了五千块钱对不对 想自己密切对不对 可是我的内心独白他咋知道呢 这钱想给谁 顺分 怎么的呢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怎么的 我物业发了五千块钱奖金 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过年 我怕给我爸妈钱的时候大米那不高兴 我就想把这个钱呢 藏起来 明白不 明白了 你能不明白吗 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我跟你说 先生 你可天天扛我 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你藏起来吧 我跟你说 出了事我扛着 那行了 我跟你说 这事绝对不能让你媳妇知道 我媳妇知道怕啥呀 媳妇好啊 好一张碎嘴子 他要知道了全小律就都知道了 这倒是 明白了吗 不错 不走了啊 你别走啊 你就这么拿着回家呀 你查起来呀你 放心 天衣无妇 哎 我 走了啊 走了 你帮个忙 怎么了 你帮我做个 衣服 哎呀 什么事 这忙着呢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 你问吧 你对男人藏私房钱这件事 怎么看 怎么的 藏私房钱跟我有关系吗 没关系啊 你跟网上这么问的 跟我没关系 你说吧 有选项没有啊 有啊 一呢是赞同 二反对 三呢是在一和二中间挣扎 你选几 哎 哎 什么哎 他选四 没有四呢 天上 干啥呀 打的情 不关包着 还背着洗个肠 私房钱 脑瓜不得让人 消放屁了啊 那选四 没毛病 哎 你这什么题啊 这 这这这不对啊 这网上出的呀 网上出的呀 那到网上看看去 走 啊 在我电脑上呢 来来来 你上我屋看 对 看看去啊 我二姐在这 你不敢说啊 没法发挥 哎 二敏 哎 大姐夫 我问你个事呗 说吧 今天你让顺风 给我们家送钱去了 啊 给妞妞的过年的钱吗 哎呦 我的妈呀 你说你个真行 一给给那么多 你可以那么多干啥 哈哈 给那么多你 大姐夫 别因为这点钱 在消除毛病来犯不上 明白 我控制我的情感 我跟你说啊 二女士这样的 心意啊 我们领了 你们两口子 挣点钱也不容易 我另外啊 我跟你大姐 今年效益挺好的 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 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 啊 心意领了 这钱拿回去 这给都给了 你就拿着吧 拿回去 拿着 拿回去 大姐夫 多大的是 这两钱来回推来推去的 都给你就收着 要不我跟你撂绝子啊 拿吧 你撂绝子 你就是把旅长推飞了 我都不能要你的钱 五千块钱放这了啊 你说这五千块钱 来回推 你打当会儿 大姐夫 啊 你刚才说多少钱 五千呢 我跟你说 一分不少啊 五千给你放这了啊 前世伯 哎 除了一下 干啥呢 答题呢 来你先把这道 必答题给我答的来 怎么着啦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 拿着多少钱呢 啊 我拿一万呢 一万吗 千真万确啊 实话实说 多少钱 天衣无缝啊 好 那就不对了啊 怎么着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 都给送回来了 啊 送回来多少钱呢 五千 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 你几下支 不是不是不是 那又不对啊 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一万呢 怎么还回来五千呢 少五千呢 问谁呢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那对吧 那得 我得跟你解释解释啊 这怎么会少五千呢 哎 啊 面子啊 面子 你想想 大姐大姐夫 那都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的人呢 大姐大姐夫 一万块钱 对他们两口子来说 那就是一笔巨款呢 啊 妞妞学钢琴 就这点钱 还是咱们两口子 给他赞助的 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 他两口子这面子 往哪放呢 人家街坊邻居 你怎么知道了 你知道了呀 你知道了 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那都是 但是也不对啊 怎么呢 你说咱给他一万 他还我一万不就得了吗 他还我五千啥意思 对啊 这还是少五千 啊 这个好解释啊 你解释解释 你想想 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 送去了一捆新衣 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 退回来半捆面子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 但我那五千块钱新衣 谁知道啊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 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谁给你的胆做主了 一万块钱公众款都是我要回来的 怎么能我还不能做主呢 你行了吧 你 都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你还这么啥呀 你还敢 你赶紧把 造光给我叫出来 我问问他 不是 过了年再说吧 行了不用你了 我说媳妇 大姐夫 大姑娘 你来 怎么的 我跟你说点事 哦 那个 我刚才送去那钱吧 我跟你说一下 你看阿尼你怎么又提钱 这个钱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钱 我们不能要 新衣服我们的 但这钱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 明白不 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大姐夫这钱 你也提钱的事了 这钱 怎么还提钱 再提钱大姐不跟你提也 真提 提也 不提钱 给我手语了 你看是不是 赵刚子嗓冷泪了他 对对对 我这驴脾气 不是 媳妇 你没必要啊 对不对 人家姐夫都说了 人家是要面子的人 那不好使 他平时赵刚子呢 都是顺着毛抹着我 今儿他就抹着枪毛了 你没发现吗 你早知道我问他 不是 算了吧 赵刚子 哎 怎么的 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 对 就是钱的事 你要再提钱的事 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好 咱不提钱的事 行 不提钱的事 你说吧 不提钱的事 还怎么提钱的事 哎呀我的妈 这哪 还要提钱的事呢 来来来 不要被钱的 媳妇 媳妇 你来来 我跟他说 我给你个顺份 报告呢 我给你说个事 你眼睛有毛病啊 我眼睛没毛病 我跟你说 刚才啊 二米粒 让我 给你们家送去了 一万块钱 什么 一万块钱 对啊 一万块钱 给妞妞学钢琴的 不对 你大姐说 你送去五千的 对啊 现在就是 问题就出在 这五千块钱身上了吗 啊 你听清楚了 啊 这个钱啊 是我送去的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解释 哎呀这点事 二米 你说你也真是的 你早跟你大姐夫说 不就完了吗 对啊 你当顺风送去 一万块钱 对 结果你大姐还回了五千 对嘛 中间差五千 哎 这五千块钱 是你大姐 她偷偷密切了 你放心啊 这事由你大姐夫呢 我给她要过来 怎么这么干事呢 五千块钱 必须缓给她 哎哎 你回来回来 你让她问几本 来 干什么你 大过年的 你非让人 两口子打起来呀 啊 没过年的 就放上鞭炮了呀 不是 我刚才 就想把钱的事 弄清楚了吗 弄清楚 对你有什么好处 大姐大姐夫 一辈子没红过脸啊 今天为这五千块钱 打起来了 你是亲妹妹呀 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是人干的事吗 你还有点爱心吗你 啊 外国的街坊 你们都叫你二驴子呀 你呀 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 我必须离家出走 我得赶紧走 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给我回来 你的意思心 这事我做错了吧 就是你错了 哎你这样 我得不 情况怎么样 你大姐她不认账 啥子不认账啊 这是什么账啊 你说这是什么账啊 人家明明给你一万块钱 你干嘛费得说是五千呢 就给了我 我跟你说 大米咱不能这样 咱虽然没有钱 但是咱们得要面子 明白不 咱们得讲理 人家给你一万块钱 你干嘛费得算账了 什么时候拿一万了呀 你起来 给你的事你起来 别别别别 来来你别走 来来你别走你过来 你当着你大姐妹 你说 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五千呢 你看你干 这不是啊 不是你别紧张 有你大姐不给你做主 你别怕 跟你大姐说 给多少钱 五千 好当啊 你欺账了 不是 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 他明明贪良 行了别吵 五千一万啥啥分不清楚 我还在这超着八户的 就五千 我定乎到你 刚才你们两个 怎么这会又成五千了呢 有完没完了 你 你让大姐在这哭 在这啊 你高兴啊 这都不很清楚了吗 我们给你们家五千块钱 你不要 五千块钱给我们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我眼睛里面不容沙子 你们就是给了一万块钱 明白吧 你大姐给了五千 中间有人把这五千 偷偷腻起来了 说实话 这事你是不是你干的 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这事是不是你坑去了 老刚刚 你也给我来这套 是不是 行 你不仁 你别怪我不义 走开 大姐 媳妇 既然这样 她逼我的 我也没有必要给她扛着了 我实话告诉你 刚才 二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 就是一万块钱 就是一万块钱 我给了你五千 对 另外五千 我给的是赵刚啊 不是 你什么时候给我五千块钱呢 哎呦 哎呦 这个表演 这个细腻 哎呦 你在这给我演 不知道呢 啊 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五千块钱 你心里没数吗 我能有什么数啊 这五千块钱会在哪呢 那我知道在哪呢 难道在我这吗 那不可能在我那啊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 不是 不是 你冒我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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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钢子 啊 这么多年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 这是啥呀 脸 脸都让你丢尽了 不是 媳妇 大姐夫 啊 这一看抓贼 你还插出那么大声 有意思吗 我跟你说二位呀 我们家前顺盆坑我呢 明白吗 你少来 你什么事都我们家前顺盆 身上来 我告诉你 我们家前顺盆 现在的人品 那是很正的 不是 干嘛呀 我跟你们说啊 这五千块钱 是我物业发的奖金 明白吗 知道 哎呦呦呦 找一理由 哎 我在屋里可停半天了啊 这里边肯定有事 大姐夫 哎 你那一万块钱哪来的 我那一万块钱是工程款啊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我呀 好 一万块钱工程款少五千对吧 那 大姐夫 哎 你那五千块钱哪来的 我物业发的奖金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我 证明不了 赵刚才 你藏私房钱 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不是 行了 大姐夫 你给我们大伙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解释 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 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这五千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 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 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过年 哎呀谁不回家过年啊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我也想给点钱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我怕她不高兴 我就把这五千块钱偷出藏起来 我也藏起来了 我这钱在这儿呢 我的钱在这儿呢 哎呀 哎呀 好了 这一万五千块钱 凑齐了 姐 钱顺芬 哎 你那缺德的小宇宙 是不是又要爆发了 啊 我这两个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可行 你钱是芬 你说你 二姐夫 你说你那麻袋 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装 能不能化化了啊你 我说钱是芬啊 范美日开播一年了 你是天天坑我呀你 唯一一天不坑我 还是因为我出差了 过年了 你就不能给我放两天假吗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 你也说我 我也一年多没见过我爸 我妈了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不行吗 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 你怎么不早说呢 没事啊 二米 我告诉你 钱顺峰这回藏私房钱 是我支持的 我们就藏私房钱了 咋的 你瞧你俩那样吧 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的了啊 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 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 我们当儿媳妇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我大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我告诉你们俩 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 我们不能盯着米链家族的 熔面 对 哎呀 我知道这样 我还藏什么钱呢 来来来给你吧 收拾东西回家 回家 等会等会等会 你看正好 咱们街坊邻居都在 咱们范米链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吧 好啊 花乐范米链给全国人民拜年了